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换上赛车手服 依旧帅气十足 据了解 赤炸风云是一部赛车题材的电影 1993年出生的昆凌 与1994年出生的曹佑宁 在片中饰演青梅竹马的高中生 两人之间有暧昧情愫 老婆拍感情戏 作为监制 周杰伦可是有提前放话哦 我说不能让昆凌做微信 那我们有就是吻戏也不行 有说这个话 有 吻戏也不行 对 可是你知道他讲的我们不一定会听嘛 被问到会不会顾忌吻戏这件事 昆凌的回应引起现场一片哄闹 出品人小刀则爆了一个猛料 而这次现身拍戏 昆凌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 发言时还被刘更宏调侃师去看KTV 正在一本正经讲话的昆凌瞬间被逗笑 还解释了声音沙哑的原因 会被我感冒 莉莉她太累了 有密闭恐惧症的她自曝 在拍摄赛车戏份的时候非常紧张 不仅是因为空间密闭 还绑着安全带 戴着头套和头盔 又用摄像机在一边 甚至差点吐出来 导演对她的敬业则大加称赞 称本来可以回摄影棚拍摄 但昆凌坚持尝试在外面实景拍 昆凌还透露 片中有骑摩托车飙车的场景 不仅没有戴安全帽 速度还飙到110 拍完后才觉得危险 也是厉害啦 我当下没有 当下只有觉得导演叫我快一点 然后就快一点 有耐心在骂她吗 没有 后来就觉得 哇 刚刚那边蛮危险 台北报道